现在讲回去那个电子锁 讲说有器材对吗 那个我还没讲完之前的东西 讲回去manage user那边 这个地方 这个只能当场在电子锁附近那边 就是如果你要添加指纹 卡 还是添加任何人 你一定要在这边加了过后 才可以有那个记录在那个地方 就是每次确认历史的时候 它那边才会在这边出来 一定要在当场那边加 无论是fingerprint 卡 还是pink code 还是那个judy face 一定要在靠近电子锁才能加 然后加了的时候 你可以再看历史咯 然后如果你要远程 比如说就是有一个 你的亲戚啊 远方来啊 我留下线的话 你就只能用那个temporary password 你就可以送到otp咯 这样他就可以进来咯 如果你知道他几时来 你就可以设定你的period咯 就星期几号几号 然后几点开几点可以开 然后你可以送一个password给他 这个password 就讲了一个password给他咯 不然的话 不然如果他是 他每天固定有星期几来的话 你是可以设定一个timelineless password 这也是可以加咯 这样子咯 过后你可以去manage一下 然后到了转回去呢 那些有device按进去 就是你如果你要添加的话 这是我已经添加过了啦 就是刚刚另外一个user 就是如果要添加的话 上面就上面有个add new user 按进去 就是每次要添加的时候 就点了email 然后给他一个名字罢了 这样子罢了 然后你给他了过后 他就有那个功能 就是可以check那个live的那个timeline 就是这个是我的门外面的那个environment咯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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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你加给他了过后 他这个 只能 就是那个 另外加给的那个人 是不能添加任何password fingerprint卡 还是3dfx给另外一个user的 他就是只是用来 check帮你check 外面的那个situation 就是click to view the situation outside the door 这样子罢了 这样子罢了 然后如果你要check的话 就确保你的WiFi是 就是stable的啦 就是这样子咯 那是上次这样子罢了 那是上次这样子罢了 那是上次这样子罢了